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2月22号的The Newsroom 新闻室 今天日子比较特别,全部都是二字头的 但是你见到现在我身上都阳光普照 英国的天气在连续三个风暴之后 现在今天有些雨之后雨过天清 当然北部就难讲一些,北部还是比较多雨区影响 至于香港也是常见下雨 见到可能反映到香港今天的环境 继续在一个强权专制的阴霾之下 现在英国强烈对比 英国就是昨天说计划取消疫情,确诊取消隔离的政策 香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contrast 强制检测,全民强健 稍后我们就会follow下这两个主要的分别 另外,俄乌危机进一步恶化 一个非常急剧的转向 也没有人猜到,普京是用这个策略 直接不需要开战任何之下 做到一个变相吞并了乌东两个地区 好了,香港发生什么事呢? 香港根本上是一个避数做到一个淪陷的地区 完全是无论是强制检测,强制隔离 都是变成一个好像fail state那样的地方 但是哪个造成的呢? 绝对不是香港人自己造成的 香港一直以来做那个疫情的或者抗疫的政策 一直都不是说要清零的 但是它是要清零 但是它的措施不是想你清零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而会合中国塑造淪陷的形象 从何时开始呢? 习近平一个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指示之后 根本上整个方向香港是无所不能极极地 将这一套加注在香港身上 根本上香港人没得选择 非常之无奈地 可能真的要去到配合 即正是在一个无任何自由之下 去配合这个这样的措施 这样的政策 好了 本身林郑说 不适合强检 全民强检的 终于都在她所谓考虑之后 无端竟然今天突然间就都出来了 她开过记者会 完全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记者会 国徽 大过这个区徽的形象之下 重要的slogan 国家全力支援 即所谓的一国两制 很明显已经完全是荡然无存 林郑继续脱下口罩面对传媒 完全是不需要理会任何的意见 专家建议的 不要脱口罩 她就是一意孤行 继续奉行她自己的皇帝级别的取态 脱下口罩要见你们的香港市民 跟你说我的情绪要大家见到的 继续转了后风 立即推出这个全民强检 就说 为什么可以突然间转到呢 为什么突然间实现呢 因为中央支持之下实现到了 终于都 这个全民强检 其实呢 两年之前 突然间说什么访问实验室 推行一个志愿的检测 如果真的要做的 当时都已经做了 无需等到今天 怎样去评估呢 我觉得就是 在这个7月1号 香港这个97之后 去到今年 25年 我绝对不希望用回归这个字 所谓主权移交 到今年25年 你要在这个情况 这个 现在2月 还有5个月的情况 的前提之下 要塑造到香港 要在这个中国治下 非常之成功 就是中国的大力帮助之下 香港疫情可以完全消失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应该不是的 究竟是不是真的 只是形象工程 现在政府不断跟你说 在拥抱母亲祖国的背后 香港在中央的强大 坚强的 坚强的 这个什么 后盾 坚强后盾之下 香港疫情可以得到控制的 国家全力支援你的 根本整条套路呢 就是在塑造中国 就是香港要全靠中国才能得到成功的 这一套就是现在香港和中国想做的一件事 所以一直拖 疫情不能消失 拖到今天 就跟你说要做全民检测 怎样做呢 首先有处罚机制 但是不知怎样处罚 如果你不做全民强检 究竟有什么惩罚呢 今天的记者会是没有交代 他锐意的是三月之内 会推行全民强检 按照出生年份 全港市民预约不同的日子 做这个强制检测 短时间做三次 就是说之前讲党回宁一推的 就是催的那个风 是完全一致的 一个月里面 就是三月里面 做三次 每一个礼拜 做足七百万人 就是说七百万人 要连续三个礼拜去做 现在所谓容许预约的时候 是带两个长者 和带一个小朋友 做同行检测 现在不知道 究竟他的timeline是怎样的 究竟哪一批人 先做这个检测 但是根据他预约 他现在的说法 一个壮年人 一个大人 是可以拖两个长者 和一个小朋友去做的 他现在计算一个礼拜做七天 七天里面做七百万人 就是这样分为一日里面可以做到一百万人 那很多香港网民在这里 究竟推算怎样做一百万人 怎样做那个概念是怎样的呢 大家有印象 19年二百万人上街 就是随便一张照片里面都可能差不多了 在显尼斯道 那个逼爆的情况 在金钟 逼爆的情况 一百万人里面就是那个概念 怎样可以做到一日里面做一百万人 强制检测 究竟是怎样做到 没有人知 没有人能够联想到 如果你用概念去看 之前的 葵宗尊 那个围风强剑 打了蛇饼 完全是水舌不通 个个人在那儿等 在那儿排队等 然后等了三个小时跟你说 我关门了 然后在那儿 疯狂地继续去做 一百万人 就算你说现在香港有一百个强制检测中心 大陆的人都帮你去做 一百万人在街上等检测 怎样等呢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究竟是怎样做到 至于那个样本检验 就是一直在说 样本检验要送回大陆做 现在在香港 大陆来做这个火眼实验室 首先已经在这个 马甩山学馆 火眼实验室 然后也有很多的方疯医院 一会儿我们说有四个 那个样本 林郑就说送去大陆检没有问题的 送去大陆检不涉及私隐问题的 样本都没有个人资料的 但前例就是说你是要用身份证 去做这个timeline的安排 怎样证明你是符合那个timeline 当然是身份证 林郑跟你说那些资料一定会留在香港的 有没有可能呢 就是有没有人信到这个情况呢 根本你要去用身份证证明 你的样本跟你是match的 那难道送去大陆检之后 match不到的就这样扔回来香港吗 没可能的 就是完全是不知所谓 就是你根本上完全是颠覆了整件事 他还说法律问题不用跟的了 为什么呢 他说法律问题要研究的 但不能因为法律问题而得以滞走 他说完全是中共式 皇帝 即根本是皇帝 法律完全是不需要理会 他说没有理由在打仗的时候 要一层一层地去跟程序 没有理由要去跟程序去招标买东西 所有法律问题在香港来说 不要说法治了 法律是不用跟的 那你不如用那个紧急法出来 好像你推迟这个立法会选举特首选举 你推紧急法出来不用想 还要跟什么程序 根本紧急法出来什么人都要跟 你要去专制 你要去极权统治 根本上一条紧急法 就可以实现所有林郑 甚至中共所推的任何的一个组策 一个一个措施和政策 林郑的解释是 林郑的解释是 Omicron和仓鼠带进来的Delta 令到香港有这个第五波疫情 再加上赖你们香港市民607年要去拜联 要去聚会 要去团联 导致现在的疫情是几何级别 几何级数上升 又是夸张的 你要去很多藉口去赖 然后 他根本上不知道 没有人去找他拜联 他不需要去拜联 这个根本是一个独裁者 林郑是一个独裁者的思维 去想所有香港人的 一些举动 一些正常的活动 根本上 他在一个 没有考虑过香港市民的角度之下 去管治这个城市 他的一个目标 就是为中央做他的所有政治任务 他说 第五波疫情急速惡化 已经远超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 所以尋求中央的支援 强调中央永远是香港的强大坚强后盾 那又疯狂感谢 疯狂多谢中央 这个是设合他这个特首 之后竞逐连任的为铺路 一直都在趋势 究竟会不会林郑是连任 所谓连任 是说是延任 但是呢 也有个 即党媒在说 不会的 一定会有一个特首选举出来的 因为 香港在7月1日 就已经是政权移交 25年 他一定是需要一个非常之好 非常之美好的形象工程 首先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疫情去帮香港 即是援助香港 即帮香港走出疫情 再加这个特首选举 令到香港 在所谓25周年这个时间上 有一个非常之正面的形象 让国际社会看 好了 怎样配合全民检测 刚才说我们根本上是完全不知道的 即是根本上是 是不是一个更大的chaos出来 林郑宣布就说 要大幅首先延长社交距离措施 已经不再是延长14日了 直接跟你说 马斯金堂食 延到4月20日 也都会收紧五四堂食到两个人 以及户外口罩零 不知怎样再去收紧 不知是否有鼓励督灰 通常都会是这些的 同时间放弃学业 放弃学生 全港中小学童幼稚园 提早三四月放暑假 利用校舍就配合全民检测 疫苗接种或者隔离 即是说 刚才说的可能一百个 全民抢检的设施 是包括这些中小学的校舍 好惨的就是 那些学生已经非常之长时间 没有得上学 你看到那个社交 这些学生其实会受到影响 特别是小朋友 特别是幼稚园 他们是一个刚刚面对这个社会的时间 刚刚可以建立他们的人际网络 其实小朋友在这方面相当之重要 所以在西方来说 一直都坚拒 亦都是非常之大的声音 反对学校在疫情之下关闭 香港在这个情况 是完全没有考虑到学生 小朋友在这个学习的一个 特别是很小的幼稚园的学生 他们在现在是要寻求一个正常的学习的路向 但是他们只能够在家 可能只能够上网接触一些 在zoom的情况之下 接触到同学或者老师 但是现在没有了 直接是要将这个学校完全隔绝 和学生隔绝 那他们怎么学习呢 没有机会 只能够靠自己 至于文憑事 4月22号说争最开考 4月22号就是说 政府来说是一个目标 在3月里面做了全民检测 但是想一下 全民检测 就算真的没有了任何提示 肯定的就是 政府是不会开放香港这个城市 和国际接轨的 没问题啦 就是学生中招募都考试没问题啦 就是现在说4月22号 争最开... 不知道的 就是英国之前做法呢 就是因为lockdown之后 根本你学生发不了学 他的GCSE和A Level 是用他的校内成绩去评估的 所以也有个争论就是 那些拿A啊 拿A星那些是很高 就是创新高 那会不会香港也都会参考这个做法呢 现在说4月22号开考啦 如果不开考的 是不是也是那些校内评估去做DSE的成绩呢 没有说的 没有人知道的 可能又是突然跟你说 是这样的了 是这样的了 就是不用考试的了 逼针方面 香港继续逼针啦 就是政府在强调林郑自己说 香港不是强制打针 只不过是用这个疫苗通行证呢 是鼓励啊 就是变相是强制打针啦 那疫苗通行证呢 24号 其实说的 只剩下两天的 两天之后实施 但是呢 林郑说的 不是政治啊 就是你大人了 不是政治大人了 小朋友的接种率非常之低 只剩下1成6的 长者也是他的目标之一 那现在小朋友的接种率呢 计划推到4月中 小童的接种率要达到9成 你想想多么夸张 在全民检测 全民强檐之下 亦都要同时间 推这个小朋友的打针率 去到9成 长者的目标 同样就是 要到4月推到9成 完全已经没有想到 那个疫苗是否适合 就是长者和小朋友啦 完全就是没有想到 那个疫苗的安全情况 你说的科兴是继续推啦 不只是给你打Biontech 不是Moderna 不是西方认可的疫苗 只是说你打啦 就是科兴照打啦 根本上是没有考虑到这件事 所以住安务院社的长者 是需要去到4月的时候 推到9成 没得选的 真的没得选 另外就是说这个疫苗通行症 6月的时候要打三针 成年人 那怎样呢 现在说你本身没有打针的 你根本上没有可能在第二第三针 隔了原定六个月里面 做到在6月的时候 是打了三针 所以政府是已经研究中 在第二和第三针的那个相隔间距 去缩短它 林郑说专家已经大部分同意啊等等 那就是说这个缩短呢 基本上是一定会做到的啦 好了 那现在香港的疫情 那个数字 一定都要讲啦 星期二新增的6211宗 另外讲公布的数字 再多32个病人离世 但是其实呢 都是那个 其实死亡的人 是不是真的直接跟这个COVID-19有关的 是没有人知道的 而那个马嘉烈的小童 之前 现在香港的小童死亡的案很夸张 令到逼那些小朋友打针 其实呢 马嘉烈医院的那个小童科的一个主管 在商台节目里面说 根本上他是答不到 是否因为Omicron 令到这个小朋友死亡的 根本上是 根本上只能够是 用这个模式去跟香港市民说 Omicron很严重啦 对于小朋友来说是很严重啦 令到有一个恐惧发生 好了 刚才讲的就是 就是全民强檢之下 一定有很大班人是被验出 被验出 这个就是 確診啦 然后这班人就会去这个方疯医院 大陆帮手搞的 所谓帮手搞的 是有四个site 四个site包括就是青衣 还要提到 前新田购物城 大白涨到一个 黏着的景地 的一个新田购物城 现在变了一个方疯医院的site 另外就是元朗 潭美加洪水桥 合共提供最多 一万七千个隔离单位 而青衣的一个site 预计一个星期之内 就会搞定的了 大家都了解到 竹高湾是一个最先 作为一个 变相隔离的一个site 但里面是非常混乱 因为现在讲的是 已经交给医管局跟进 医管局去管理这个 洗区隔离设施 你会看到有些片段流出 基本上是隔离人士 在里面去了崩溃的情况 因为很混乱 究竟你隔离去到什么时候 可以出来 然后整个准则经常改 本身又说 十四天才出来 然后又说 你如果在里面 七天都已经是阴性的 你可以回家 如果你家的情况许可 你可以回家 再做那个七天的隔离 最终有两个 现在暂时有两个病人症催失控 报警说想自杀 昨天有一个59岁女人 在机场跳楼 但警方最终只把案件 便定为九分处理 有一个 有一条片段我们看到的 就好像 如果大家有看Netflix的 殭屍校园寒连剧 其实这套剧 是完全影射着 COVID-19在各国的强制措施 这套剧如果有看的 就是有感染的那些殭屍 就等于COVID-19 然后强硬在一个戒严的情况之下 将所有正常的人 冤枉到隔离刺施 一个好笑的位置就是 变相僵尸 一个无症状感染 这个位置也是有点好笑的 变相就是强行将这些人 去关押在集中营里面 即是说其实香港现在做的事 冤枉去做一个检测 全民检测 然后关押在这个方疯医院里面 情绪一定会失控的 而香港传出的那个真实的片段 那个人在竹高湾那条街上 没有人自己很失控地 即是真的情绪失控 在喊 有一个负责影片的 亦都是被隔离的人 就说逼得那些人黏了线 你看到那个香港的mental health 无论你在家也好 在检疫中心 即隔离設施也好 其实那个承受压力是非常之大 你会预示到就是将来 不要说今天了 你将来去到全民强劍开始 一定会是失控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在这个党媒灵一样加话 即是竹高湾那个乱象重生 不少人检测结果是阴性 但是迟迟不获安排离开 检疫程序不一 那个hotline长期都无法接通 好了 那个contrast在哪呢 香港越来越极权 越来越专制的情况之下 英国完全是将那些隔离設施 是计划将它撤走 隔离措施 隔离措施大幅撤走 这个英国的疫情是回落了 现在比起1月的时候 Omicron在20万宗的夸张情况 早排了 现在是2-3万的数字 Block Johnson在星期一的夜晚 就宣布和病毒共存的新策略 计划在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就取消确诊之后 法定隔离的规例 星期四 计划在星期四开始 取消确诊之后的法定隔离规例 已经完成接种和18岁以下的物质接触者 是无需检测7天 而未接种的物质接触者 亦都不需要隔离 并且预告四月开始 会取消免费检测安排 即无论是你做PCR诊 还是派一个Lateral Flow诊 都是会取消的 但仍然有部分人可以受惠 不过场景没有公布 所以这个措施仍然有待国会审批 但你看到明天就是PMQ 会不会是明天就可以落实到 变相周四就可以将这个 确诊后法定强制隔离的措施抽走 当然这个突然间的措施 在国会有不同声音 当然保守党来说非常支持 工党所说的就是你这些措施 完全不符科学的 波商城讲法就说 其实COVID这件事 不会突然间消失的 如果要完全清零的话 才取消这些防疫的规定 是无止境地限制英国人的人民自由 不认为这是正确和必需 而那些防疫的限制 会令到经济、社会、心理健康 造成沉重打击 你看到就是人权之下 或者是经济之下做的决定 波商城就说 现在就是重拾信心的时候 无需再用法律强迫防疫 做隔离、做检测 他强调一点 国民是应该依赖信任 或者责任感自行做决定 如果你真是test positive 是否做隔离呢 但是专家来说 专家来说 那个意见是为止不变的 英国政府的追态就是 你将那些措施聚消 但是专家为止不变 建议如果确诊的话 患者应该自我隔离 亦跟患者有其他病假处 相反一样 如果保护身本身伤风感冒 可能你都会不上班 就是无谓将病毒传播开去 那Sir Patrick 就是一个政府的医疗专家顾问 就更加人述一个美国同事的比喻 就是说 现在出晚太阳 你都要带遮的 你都要担遮的 就是防范未然的意思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而英格兰的首席医学官 Chris Whitty 就说今次的放宽措施 是渐进和稳定的 但是同时也要继续去做 应该做的一些预防的措施 包括洗手 保持空气流通 和在身内戴口罩 都是明智的决定 当然大家都会关注 因为波罗伤神的手上苦派对门 这件事 是现在好像已经不见了 但是ITV就会窮追猛打 你都关注政府里面 是不是真的说一套做一套 之前你的封城措施 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ITV记者就问波罗伤神 如果你确诊会不会是我隔离呢 波罗伤神本身知不已对 但是之后他就说 自己是会保持克制和负责任的 是尽量避免感染他人 当然他一贯 这一段时间也是 一直都避谈派对门事件的一些调查问题 所以见到香港和英国完全两个极端 我想如果香港观众看到 现在英国的主理手法 你未必会感受到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英国瘋了 因为你香港在一个非常高压的环境之下生活 可能你会觉得英国瘋了 怎可能将Covid 怎可以将Omicron 这件事完全无事 可能你会觉得奴宠说的说法都可能合理 就是共赴王传这个说法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 这是两个世界了 英国甚至乎西方对于Covid的取态 和中国和香港强行加租的取态 是完全两码之的事 所以香港观众虽然在一个非常专制的环境之下生活中 但是也要保持理性 真的要认真分析一下香港的环境 是不是一个合理的环境 好了 俄乌危机也是一个相当要关注的问题 虽然如果香港观众也很难去 在这个高压的环境之下 更关注国际局势 但是也要说的是 俄乌局势的冲突是一作即发的 昨天突然间普京也没有人预视到 没有人预计到 其实肯定西方也没有预计到 俄罗斯会用这个手法去变相入侵 变相吞併了沃南的领土 亲俄的分离分子 沃南东部 顿涅茨克和劳金斯克两个分离地区 昨晚普京突然间宣布这两个地方独立 也要预计俄军进入俄军 声称维持和平 日前也在做相关的举动 包括昨天的霍斯特的攻击 然后配合将这两个地区 撤离所有沃南居民到俄罗斯 同时普京昨天宣布这两个地方独立 再进入俄军进入俄军 你看到整个举动是非常完美 在俄军上 在俄罗斯的角度上非常完美 而西方是没有想过 是没有想过这一着的 一直都在说 俄军完全是在湖南边境部署 是不是开战 但是一下子俄罗斯跟你说 对不起了 我已经入侵了这两个地方 而这个举动变相就是 俄罗斯直接把明斯克协议完全撕毁了 因为本身就是湖南 仍然拥有劳金斯克和顿涅茨克的两个地方 但是很可惜就是 在普京的举动之下 这两个地方突然间变成一个独立的地方 赞连斯基呼吁各国立即制裁俄罗斯 但是他自己证言强调 相信俄罗斯是不会对湖南开战 而冲突也不会出现这个大规模的升级 但是也必须保护湖南的领土完整 以及他的主权 对于要求湖南军队撤出的两个 就是所谓独立了的共和国的领导人 他重新是不会和他们谈判 因为他是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的 但是暂时不知道 不知道湖南会不会再被普京视为 另外一些地区 湖南其他地区 会不会被视为一个普京会入侵的目标 但是你看到危险的 就是现在很轻易地 普京已经吃了两个湖南地区 那究竟next step是什么呢 英国的国防大臣华里斯就说 如果想知他下一步 建议你听听他昨晚的演讲 里面是充满巨大的不确定因素 其中一句就说 Ukraine is not a proper state Ukraine is not a proper state 怎样解读呢 即是湖南不是一个合理的国家 其实很邪恶的 如果你要想这句话 是不是其实湖南已经变成整个国家 已经是俄罗斯的目标 那变成俄罗斯西国 可能是普京 好似蔡惠斯之前说 根本上俄罗斯的目标 并不单止是湖南 簡直是一个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 俄罗斯帝国一样 那华里斯提醒 他说 湖南作为一个国家 和俄罗斯分离的时间 比他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时间 要长 这是简单的历史事实 那西方怎么应对呢 似乎西方 究竟普京是不是看死西方 不会用这个军事来制衡他的军事确张 那现在英国国际正在说制裁 德国 英国 法国 美国 甚至英国盟都在说制裁 美国自己已经是禁止美国企业在分离地区从事商业活动 英国也都已经宣布了制裁 首批制裁方案 那博先生就指责普京是盘算错案 现在就是冻结五间俄罗斯银行 和三个负商的资产 在英国的资产是将他们冻结了 那三个负商的资产被冻结之外 其实他的个人自己都会被禁止进入英国 强调如果普京进一步行动 英国会进一步制裁的措施 但是波克商城这个制裁方案被人闹得飞气 因为美国早已经在制裁那三个负商 制裁了四年 你现在根本是拗痕的 你不能进入英国 那之前讲的是 会不会俄罗斯和英国的政治有很大的联系 你不想做更多的制裁措施 就是针对俄罗斯呢 那被人打到飞气 要求加大力度制裁 而现在那五家银行 也只是小银行 不是大行 被批评就是 This is little and late 根本上这个制裁措施 基本上你不肯定是否对俄罗斯有任何影响 另外波克商城反对 将寡头的子女 踢出英国的学校 就说 父亲的罪不应该报在子女身上 那令人忧虑了 究竟如果你说针对林郑 要林郑去制裁的话 那她的子女怎样 难道她继续可以在Cambridge做事 在Cambridge读书的 这就令人忧虑了 如果林郑和林兆波那些英国局席 继续可以在他们身上拥有 拥有居英权的 这一点其实在香港观众很容易明白 是危险的 另外网民就说 俄罗斯近半的财富 是收藏在宁岸的避税天堂 提出应该要制裁环球大行 是冻结俄企在英国银行的任何资产 欧盟方面的制裁 初步制裁方案 就说如果普京进一步行动 就会推出 但仍然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 同意制裁 BBC就说 那个proposal 是针对参与决定 承认乌东两个地区 独立的俄罗斯议会 所有351个成员 为俄罗斯武装部队提供资金的银行 俄罗斯进入欧盟资本 和金融市场的能力 和湖南两个地区 和欧盟之间的贸易 当然不知欧盟什么时候推出 因为27个成员国要同样认同这个措施才行 但留意 通常要去27个成员国都同意 最大的制裁就是在匈牙利 即欧尔班 本身已经和俄罗斯有很大的联系 最麻烦的就是欧尔班 所以究竟能不能够欧盟实施这个制裁方案 是不知之属 普京之前一直和西方 特别是德国加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书尔茨 走去做这个谈判 昨天都挺搞笑的 普京突然间自己宣布 这个乌东地区 两个所谓人民共和国 独立之后就知会书尔茨加马克龙 我做了这个决定 两个国家 德国法国只能够表示遗憾 其实是很可笑 对不起 我现在侵吞了两个国家 德国法国遗憾 其实真的非常悲哀 对乌兰来说 你也是欲罪心板上 那孙尔茨呢 最新的所谓制裁方案是什么呢 宣布先叫停北卡二号 即是德国本身非常依赖的俄罗斯牵然气 宣布这个管道的计划什么程序 没有了 就用力回应俄罗斯行动 至于俄罗斯盟友中国有什么取态呢 究竟他承不承认涅茨克 和这个劳金斯克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汪文斌 他就说 涡兰问题是有复杂的历史因素的 中方立场是一贯主张和平解决 争端 呼吁相关国方 就是克制 透过谈判 就化解分歧 避免局势继续升级 中国在俄罗斯、澳湖危机问题上 一直都是一个走着抗线 床头草 和普京好像一个很好的关系 但他现在也不想和欧洲和美国的距离是拉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华尔加日报》 星期日 就是在俄罗斯、普京宣布这两个地方独立 之前一天 他的报道就说 中国是不希望和美国和欧洲的距离是拉圆圆圆 如果你有留意到中国近一星期 他针对俄乌局势的回应 就是说要和俄罗斯 首先2月4日 就是中国北京冬奥开幕 俄罗斯、普京自己亲自去到北京 就参与这个开幕禮 还有天然气 还有天然气 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和普京 中国是给予至今最大的支持 但是现在说的是 尋求国方的外交解决 又说北弱要考虑东国 是不是要合时的历史问题 基本上你看到 习近平在这个时间 其实他是在退 他是不是真的完全全力支持俄罗斯 在这个问题上 外交部的说法 你会看到有点点勒住 不是完全放手去给俄罗斯 我忧虑的地方就是俄罗斯 遲早都会选择大陆 好了 其实这个周 相信香港也好 香港也好 即俄罗斯也好 局势完全是不明朗的 即香港继续在一个专制极权的地方 而俄罗斯的局势 是要非常之视乎欧洲的水泰 究竟会不会继续去制裁俄罗斯 究竟力度够不够 会不会牵动到一个军事的冲突出来 所以我们继续横看 继续去留意这个局势 好了 那今天这个1月22号 sorry 今天这个2月22号 整天都说1月 2月22号这个特别日子 绝对不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 今天的新闻室 短时间讲到这里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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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